一提到婚外情,似乎都会认为是男人主动 其实现在的女人也很开放 她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需求 她们一旦疯狂起来,那是比男人耍得还嗨 男人都希望自己娶回家的女人是贤妻良母 而对于有以下四个表现的女人还是远离吧 因为这是好色子女你坑不住的 1.喜欢穿暴露性感的衣服 贤惠顾家的女人穿衣打扮也会很保守 她们会选择和身份年龄相当的衣服装扮 而好色的女人却喜欢穿暴露性感的衣服 特别是夏天还会穿着低胸露起装在大街上晃悠 一看到帅气的男人就会上前搭讪 对着男人展示性感妩媚 2.情史丰富,经常换男人 好色的女人心思飘荡 她们对于感情建议思迁 总是对感情不忠诚 一旦强了新鲜感 或者榨取的男人钱财差不多了 就会立刻换一个 可能今天身边的李哥 明天就可能换成了王哥 她们结束任何一段感情 都不会留恋 也不会付出真感情 3.爱搜索附近的人沉迷网络 安分的女人手机网络 对于她们来说就是沟通的工具 但是对于不安分的好色女人来说 那可是精彩的大千四戒 她们总是会沉迷网络 不断的搜索附近的人 添加好友也都是异性 每天都是在网络上打情骂俏 有的还会转入现实 做起婚外情的事情 4.喜欢讨好多金的男人 见钱眼开 女人好色还表现在喜欢多金的男人 她们喜欢围在这样的男人身边 为了男人兜中了钱 就会出卖自己的色相 整天娇滴滴的对着男人惨媚 为的就是把男人哄高兴了 好多给她点金钱报仇 感谢观看